陸軍五四兩旅今天在屏東三軍連續基地舉行實彈測考 沒有想到一顆武林機槍子彈疑似因為撞擊了硬物 竟然跳彈向西偏離 打入了遠在三公里外的一棟民宅外牆 屋主驚魂問地的說天外飛來一顆子彈真的太離譜了 陸軍五四兩旅13號上午在屏東三軍連續基地進行例行演訓 不料一顆武林機槍的子彈竟然射到遠在三公里外的住宅 造成磁砖剝落 讓當時在開門進屋的黃心屋主嚇出一身冷汗 軍方初步研判可能是因為當時風大 加上子彈撞擊硬物才會造成子彈偏離軌道 索性當時子彈已經沒有任何殺傷力 損壞了民宅軍方會負起修護責任 並檢討原因 黃心屋主表示當時是聽到一聲巨響 出門迎開才發現自家的外牆磁磚被子彈打到剝落 地上還留有彈殼 附近居民抱怨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多年來榴彈物擊事件層出不窮 讓他們飽受驚嚇 聯合報潘欣忠屏東報導